他兩歲已經背乘數表了 其實我明義是讀到中二 其實中學的兩年我已經沒有學過 我有考度的 但我亂考 Hello AN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們是... 葉氏兄弟 我是Marco 我是Marco的弟弟Manson 我已經是 勇者無所懼怕 他是可以生吃的 所以他煮生了也是安全的 第一次一起拍節目 也算是半個旅遊節目 但也算是關於我們默契之間的考驗 主題圍繞了兩個之間有多了解大家 我們有各自分開自己一個去荷蘭 因為荷蘭那邊有很多親戚 所以我們會試過自己去 但是第一次兩個去旅行 我最第一次當然是去了免費旅行 因為講完一句 對 還有錢收 但他WhatsApp我 他訊息給我 有個節目找人一起跑 去歐洲 有沒有興趣 我說好啊 什麼時候 立刻回到好啊 什麼時候 已經好像肯定了 我的決定很大膽 但他縮沙 糟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 但是我下決定的時候很快 通常就會 那你可以幫我下決定 可以 因為我比較悠遊寡斷 可以 你可以 因為我比較優柔寡斷 但我平時跟他很少吵架 其實我們本來很少矛盾 我們兩個是很少矛盾 基本上兩件事都是 一個是廁所 一個是溫度 我比較喜歡低溫 他比較高溫 因為他有時做得很晚 很累 然後就會開冷氣 然後他第二天就會生病 他生病 然後就會 有沒有搞錯 結果昨天沒那麼冷 通常會罵這些 因為以前我們住在同一間房間 現在不是 蟲子欣賞 他很霸道 對 小時候他很霸道 其實他現在也很霸道 可能大家在鏡頭看不太覺得 可能會覺得他很禮讓我 現在看狀態 其實他很霸道 即是 即是 就算 如果可以 買回來 我爸買回來的 一個 一定是他先 如果有兩個 一定是他先選擇 是嗎 對 譬如玩了兩個公仔給我 然後我就會拿好一點 然後我不好 我就會說 這個公仔很壞 留給你 沒有人要他 然後他就會哭 小時候 不至於 其實我小時候都 我覺得小時候都很平衡 我小時候都很平衡 我個人都很靜 是鬼 你小時候很煩 我的心很靜 他肯定吵過我 我在家裡我也吵 但是 我是一個歌手 我回家都會練歌唱歌 我也覺得自己很吵 但是他比我唱更多歌 他還要唱很高音的 那些 那些 蕭敬騰 那些 他就在家裡不停練 在廁所 凌晨三四點 而他其中一個夢想 他想出歌 所以我希望我將來有能力 我想幫他完成這個夢想 其實 我一直都想的 但我沒有能力 我的能力 我應該做了 天分之高 無人能及 我在他這個年紀 我未必唱得好像他那樣 起碼 在表情上 未必有他了解得那麼多 但是 他的重心是放在那裡 我比較幸運 我是喜歡唱歌 而我的事業都是唱歌 他都很幸運 但是他唱歌是他的興趣 他最喜歡 他最常做的都是數學 等我 很有錢的時候 我可以投資去做這件事 但這一刻 應該不會有人想投資去我們這樣做 因為會浪費錢 我數學都可以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厲害 我都是我的學校中 精英班 我不放棄都應該可以拿個五 但我放棄了 就拿個疑慮 因為我很早確定了方向 絕對不關讀書的事 很早清晰了自己要做些什麼 大家不清晰 千萬不要這樣 他都清晰的 他清晰他要讀書 所以他就很努力讀書 他兩歲已經確定方向了 他兩歲已經背乘數表 因為 學到成數了 成數表不背 我爸爸媽媽很生氣 買了很多成數表 文具店買的成數表 很大塊的 跌到整個屋都是 廁所房 廚房 廳房 廳房 門口 總之是貼得這麼大塊的位置 都貼了成數表 對 被我路過的時候 我就背了 不小心背了 對 我不小心背了 我不覺得 我背不完有問題 因為 只是他背得完 很特別 小時候 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背東西的人 我基本上 每一次默書 我媽媽都要在旁邊拿著藤條 讀著 背東西 然後逐個字 其實那些字很簡單 背很少東西 但每一次默書 每個星期 都是要被他逼我 才肯背出來默書 如果不逼我 就不合格 因為我真的沒有天分 我要寄很久 很專心寄到才能寄到 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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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我 不想讀書 很煩 阿板 讓我讀書 很煩 其實我 中英文都很差 文波 都很差 中文 小五之後 都沒有合格 都是 我就是靠老師 平時比平時分高一點 拉回合格分 給我升班 我考試是不合格的 我試過一次 就是 我爸爸媽媽逼我學台拳道 那時候已經考了一刻大 考完之後 他還要我繼續學 因為我不太喜歡打勁擊 即是跟別人打 我會鬧底 然後我就 你不斷逼我 我不行 我真的忍受不住 我跟他申訴 申訴不成功 之後就離家出走 之後他們都妥協 因為沒有人不妥協 因為要不就 沒有了兒子 他們都不想這樣 應該沒有 因為我爸媽 我爸媽 都是一些很開放的人 他中學 哪有我爸媽 中學說不讀書 就讓他真的不讀書 我高中都沒有做過功課 我整個高中 大家都是不要學 我很確定方向我才這樣做 他們都不按正常套路出牌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創作 而且勇於嘗試的人 包括我的前景 他的前景也是 即是他直接 中學都不讀 直接報公開試考試 直接升大學 其實我明義上是讀到喜歡的 只不過其實中學那兩年 我都沒有上學 就是拿了一架在家裡 操書 然後就直接考考試 其實話說就是我小學 我住大圍 但翻社結尾 正常自己搭車 但那天好像在黃魚都下 然後我爸爸車我上學 車到半老 我就在這裏生 在這裏生 不行 很累啊 六點鐘起身上學 然後他說 我快點讀大學 讀大學就不用 不用太多上學了 你可以全部燒了一些堂 不想都可以的 然後我說那好吧 我不想讀中學 我想讀大學 就是我的開始 就是一句這樣的話 那中學一定會回來的 那就是 我不知道我爸爸 再用什麼方法 說服到學校那邊 肯放我的家 然後還有 我爸爸其實好像 當年我每個星期 教育局都會打兩次電話給我爸爸 去跟進我這個案子 就是這個什麼 四童真的不上學犯法 你一定要讓他上學 那我爸爸就會 可以了 現在去到什麼地步 去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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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如何 直到 直到 直到我Poly收了之後 終於關閉了這件事 那我爸爸是 我爸爸都厲害 所以我爸爸好 可以 不為與靈 不為與靈 是失去了 才覺得遠色的 但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 所以是不會有那麼好 失落的 所以是不會有那麼好 頭一年是 他們會覺得 蛤 什麼事 為什麼有個 小孩子 小孩子 有個 但之後到一年二開始 就好多 因為相處久了之後 就會習慣了 那個狀態就會 嗯 其實沒什麼好提點 要自己經歷 其實 其實 我這個角度去提他 沒有意思 就好像我爸爸 他媽媽跟我說 不要做什麼 其實 提完不等於沒有提 因為是要自己去面對 才知道怎樣去改變 變得更好 我沒有說服過家人 從頭到尾都是 我有考度 不過我亂考 因為他都 我想他會擔心我的前景 以前都會 嗯 那就是看看 他們會想我有什麼長處 然後就覺得 我唱歌 好像都有些天分 然後就 不如學跳舞 然後就 傳到我去韓國 學跳舞 其實都算順利的 整個過程 去到今時今刻 都有自己的作品 大家都滿意 當初決定 是 是 進入公司 都是 都會一起聊 就是 啊 要做一隊藍團 叫Pixel 我們家裡都會開會 聊一下 啊 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怎樣的 怎樣的前景 如果真的發生了的時候 最後就覺得 一致認為 不錯 很好 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收釘模 我已經會聽一聽 這首可以的 這首 都都 應該都 就是 都 都 聽到 聽眾的感覺 是啊 他對樂壇也有些見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啊